你好 欢迎来到AI学长的频道 我是小林 当缺带GP加上自动化工作流程 能碰撞出什么样精彩的火花 我们能不能用这套方案 打造出一个全自动的SOP流程 比如说帮我们自动写日报 自动收集资讯 自动回复评论等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最近我一直想给频道的粉丝提供AI日报服务 这样可以让大家轻松了解到 今天的AI圈发生了哪些事情 对于粉丝来说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 可以提高我频道的粘性和曝光率 基于这个出发点 我开始构思怎么样做 才能保证日报的稳定性 能不能利用一些工具 帮助我把这些事情的难度降低 因为写日报是一件非常耗时 而且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 如果每天都要消耗这么多的时间 那可能很容易就会放弃 但是这种事情一旦决定开始 我是希望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 于是我最近就花了大量的时间 研究和试验 终于在上周把这套方案走通了 我利用ChalletGPT加自动化流程工具 成功实现了自动收集AI资讯 自动总结AI资讯 自动筛选优质的AI资讯 最后把这些高质量的AI资讯 同步到我个人组业当中的AI日报栏目 并且自动发送到我的粉丝群当中 就这样我成功上线的AI日报 不需要我做任何的事情 它会自动生成 自动完成任务 毫不夸张地讲 这套方案至少每天可以帮我 节约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套方案的实现思路 你只要理解了这个原理 那么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所谓一通百通 能节约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 麻烦动动你的小手给个赞 好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效果 就是我通过这个方案 我自动实现了AI日报的信息采集 AI日报的信息总结 包括把总结的信息 同步到我的日报当中 然后发送到我的粉丝群里面 好 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在这里大家所看到的流程 就是我这个工具的一个自动化工作流程 也就是它每天会定期去执行我这个流程 然后大家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它里面是结合了QRGBT进去的 这个QRGBT就相当于是我这个工作流程 这个自动化工作流程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控制中心 主要由它来帮我分析 总结 以及完成一些内容的任务 OK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日报 7月25号日报 这个是我粉丝群的一个对话窗口 这边也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今天自动推送的新闻 这个AI资讯 OK 那这里我直接给大家执行一下 看一下它的一个实际效果 好 我点击一下运行 然后我们回到日报 回到粉丝群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来看一下 看到了没有 它自动帮我添加了一条资讯 这个资讯的名字是说 这个让你看到更爽的领域 包括在这个日报里面 它自动也把这个资讯给我们添加进去了 里面有这个资讯的标题 这个资讯的总结 这个总结就是我用QRGBT来实现的 包括这个资讯的来源网址是哪里 它都是全自动化执行的 OK 好 第二条消息来了 宁德时代搞飞机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在我的这个粉丝群里面 它也是实时去推送这个新闻 这个AI资讯 其他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所有的步骤都是这个工具 就在QRGBT来自动帮我完成的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工具的流程列表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步骤 它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图标 有一个数字图标 比如这边有一个1 这边有个10 这边有个10 虽然说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就只有两条资讯 但是它处理的资讯 远远不止两条 其实我在这一步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处理的10条资讯 我们可以点开QRGBT看一下 它每一个序列号都是代表处理的一条资讯 我们可以随便点开一个 可以看到它会有这样一个返回结果 它的文章评分是多少 它的文章摘要是什么 会有这样一个返回结果 这里其实就是我利用QRGBT的分析能力 QRGBT的总结能力 帮我去做了一个自动筛选 虽然说我上一次执行任务 它完成了10条任务 但是最终发送到我的日报里面 发送到我的粉丝群里面就只有两条 我们可以在列表页面里面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执行上一次任务 它总共是收集了10篇文章 然后每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什么 每一篇文章的总结的摘要是什么 它都帮我们总结出来了 然后重点是在这里 我们的每一篇文章 我都让QRGBT来帮我评了个分 我就可以根据评分 我把内容评分质量高的内容 推送到我的日报里面去 或者推送到我的粉丝群里面 如果说这些评分不高的内容 我就把它留到我历史记录里面 我可以清楚的知道 我自动化工作流程 它处理哪些文章 这个文章的评分是多少 我对外的日报 它只会把这些优质高质量的文章 给它同步出去 这样我用户看到的 我粉丝所看到的这些内容 都是高质量的文章 OK 刚才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了一下 我这个自动化工作流程 它所达到了一个效果 接下来我把这个方案 把这个流程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拆解 让大家去理解这个原理 然后利用QRGBT 加这个自动化流程的工具 去组装自己的产品 去组装自己的工作方案 SOP流程等等这些东西 我这个方案第一步要做的话 就是我们要解决信息来源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这些内容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去抓取这些信息 然后我采集了这些信息以后 我要把这些信息 怎么样发送给QRGBT 然后再去处理 怎么样去处理 返回什么样的结果给我 处理完成的这个结果 我又发送到哪里 我要去建一个这样的池子 把这些内容给它存储起来 然后再去分析 这些池子里面的文章质量 把好的文章的质量 给它筛选出来 然后发送到我的日报页面 再发送到我的粉丝群 这个就是完成 自动化工作流程 自动写日报 所对应的这个步骤 通过这个步骤 就实现了刚才我们所演示的这一套方案 好 基于刚才我所讲这个步骤 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流程里面 它的每一个步骤里面是怎么样去操作的 第一步我是用了一个RSS订阅源 也就是我用Feed这个软件 去收集了一些AI资讯的频道 那收集完成以后 我通过这两步把它进行一个内容格式化 格式化完成以后 把刚刚通过这个RSS采集到了这个信息 比如这个文章的标题 文章的内容 丢给hgbt 帮我根据这个内容进行评分 评分完成以后 我通过一个筛选 那我就把大于这个4分的文章 推送到我这个Naution日报里面 就是我的AI日报里面 以及推送到我的粉丝群里面 我们可以在右上角看到 它有一个R的标志 这也有一个R的标志 也就是刚才我总共是处理了10篇文章 在这个列表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3.5分 这是一篇大于4分的 以及这一篇是大于4分的 那大于4分的我就筛选出来了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自动化工作流程 就很好的实现了 自动帮我编写这个AI日报的样一个目的 除了自动帮我编写这个AI日报以外 我还可以用它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把这个AI日报自动发送到推特 或者把这个AI日报自动转化成图片 发送到我指定的终端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组合拳 来完成我的目的的 我这里所演示 是基于我自己工作的需求 我需要有这样一个AI日报的服务 所打造的一个自动化工作流程 但是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通过这个工具 通过这套组合拳 通过这个思路这个逻辑 去打造你自己的自动化工作流程 来节约你的时间和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那么这样一款自动化的产品就完成了 其实用我的这个思路和组合 能玩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我们用它打造一款 推特的资讯筛选神器 收集神器 还有刚刚上面我所提到了 抖音自动回复工具 评论自动回复工具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实现的 这里我们所用的自动化工作流程工具 它相当于是手和脚 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具体的任务 然后我们在基础之上加上缺LGBT 就相当于给这套工具配上了一个大脑 它马上变得更加智能 能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 它所处理任务的边界和范围也变得更广了 这就是AI的时代 有些要利用工具所给我们带来的价值 之前我们讲缺LGBT可以替代掉很多工种 其实真的不是威严耸听 像AginLGBT OutGBT 这些产品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OpenAI的下一个重心 也是让缺LGBT能自动化完成各种任务 包括今天我所演示的这个方案 也是让它来自动完成任务 我们仅基于现在的条件和环境 给缺LGBT装上了一个简单的脚手架 就能每天给我节约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想而知 等这个方向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之后 它会变得多么的强大 多么的可怕 所以小伙伴们 一定要做一个会利用AI工具的人 让AI工具帮我们提升效率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市场上 给我们创造价值 如果你对今天这个方案感兴趣 可以动手试一试 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咨询我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 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